嗨 现在收听的是博多有医师 我是莱金先生 来 今天金先生要给大家很慎重介绍一位 我目前讨问过最年轻的刘浩宇先生 他刚刚才摸了十八岁 是怎么讨问他 因为他刚才对了 人是年轻 技术很好 专国 这是技职的竞赛 就是高职 有很多都有技术 会竞赛的金手奖第一名 刘浩宇 浩宇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浩宇 你得的是什么会的第一名 美法组的 美法组 就是加糖膜吗 它是包含减染锤 就是各方面 全部 加 还有腻 还有锤起来 对 整个都要 那你要赚什么科才会得到这个奖 其实美容科就可以 因为像美容科或是时尚造型科 它都是包含所有的东西 它只是变成是我们自己的兴趣 看是专攻美容还是美法 那我的兴趣是专攻美法 所以我就直接往美法这边去钻研 可是他刚才就说 你是要参加比赛前才十八岁嘛 对啊 那你十八岁没几天啊 对啊 就我比赛的前两天刚好满十八 那等于说你决定要去钻研 像这个美容美法的时候 等于你是高一开始钻研嘛 大概十六岁喔 对对对 你去钻研就知道你的兴趣是美法吗 一开始是觉得自己的兴趣是美法 一开始就有点不稳定 就觉得应该是喜欢美法 可是后来进来后接触到美容 也喜欢美容 可是是因为两个都很喜欢 可是因为比赛只能二选一 所以还是因为一年级最常接触的是美法 就想说自己最拿手的比较稳 因为如果说我突然跳去美容那边的话 可能就会少人家点东西 可是我在美法这边会多人家很多经验 或是一些以前教过的东西 都比他们学的更多 不错喔 你有做过自己的竞争力分析 有啊有啊 这一定要 因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机会啊 怎么就一次啊 明年不可以再一次吗 没办法 它就只有 而且你还不一定可以当上选手 是因为有这个 有学校这么好 让我当上选手之后 才有办法得到这个位置的 你的学校这么好 那你抱一下我们的学校 我们是大德工商 大德工商 对 你不就说我全都没教出来 这个大德工商是在岛南 对岛南 岛南 所以浩宇你是岛南小孩吗 不是耶 我是咖啡的故乡 哦 分年高兴 对 所以你是去岛南 设这个大德工商的美容科 对对对 已经三年了 参加这个是美法的啦 技职竞赛里面 美法第一名 你刚才说你那堂美容科 我感觉 因为你是男生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有什么性别课本 不过你当上选的时候 你怎么会想说 哇 那我是不是一定是跟一堆妹妹 做同学 因为以前从国中跟大家都 跟比较好的朋友也都是女生 所以其实蛮习惯的耶 因为其实 我怎么讲 应该就从小喜欢玩的东西 就比较偏女生喜欢玩的 所以有时候做事情会比较细腻 所以有时候女生会觉得 男生的身体做事很心腻 就会想找我当朋友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以前就跟女生很好 所以上这边就想说跟妹妹 那也好啊 都继续当朋友 这也是平常性 那刚好你在学美容 只说这次美法的比赛里面 你自己有觉得说 这个美法本身 人家说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因为它怎么讲 美法这个行业 它会比一般的来得更辛苦 是因为它是从最低层 从起头开始慢慢的往上爬 因为像外面有些技术是你直接学 它可能就教你说我要的是什么 你就学 你就可以了 可是美法这不是 因为我们是跟人互动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你一定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去抓 抓到你真的很OK了 你才有办法当上设计师 才可以有到这个位置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符合 所有人要的东西 所以真的那个 扎实度要很够 所以扎真的四五年扎不掉 真的 我很难相信 我电话另外那边 是一个十八回 十八回 那个阿姨都可以讲小男生了 因为你很成熟 在告诉他们 因为这个行业不是像很多行业 一进去你就能 要学习就习 这个盘子里面有路两个 你就会去 而是说你要为他学习 不过因为一般刚才 像我们也是会去红色头 那感觉去洗头 当然红色的人是欢迎欢迎 这又来冬天了 其实洗头很累 真的 手还会裂开 对 你是要经过很冗长 这个过程之后 才进入 说洗很多头之后 这开始 又加又设计 对啊 就是你真的要一步一步 因为像我们基本一定就是 更进去还没有到洗头 更进去什么 就是扫厕所 从从厕所开始 你慢慢的才会开始从洗头 染法 汤法 减法 后来再更进阶的一些药水的认识 什么 真的就是一步一步 而且我们学的会 我们学的真的是全方位 因为我们皮肤也要 皮肤的构造也要学 什么的东西也要学 后来像头发的构造也要学 后来化学的认识也要学 就是真的是全方位 所有的东西都要知道 这样子 对啊 这就比一般的行业来得辛苦一点 而且我们又要面带微笑 对 最后还要面带微笑 对啊 就是你在怎么辛苦 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吞 什么 就对客人就是要一刻为真假 哇 这个浩宇 你自己说 你有刚才那种 扁手扫着 你走去 那种孩子吗 有很多 很多就是像 有时候就 这样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 有新的人 新的人来进来应声 他们就从刷地板 还是扫厕所开始 可能刷个两天就 不翼而非 然后就没去 不会消失去 因为这个基础 的困难过程 很短 也蛮辛苦的 真的 所以我像你们 大方有的 有建交合作吗 那个一天 做工作差不多 几点间 十二个小时 有 因为我们 而且我们这个行业 是全年无休 对 人家在休息 放假 廉假 过年 什么 我们都在上班 我们没办法休 尤其是那种 过年团聚的时候 是进假 不能休 因为那时候是 最多客人 想要去改变自己的时候 所以你一定是 一直去想尽办法 的服务客人 所以你那个时候 根本是没办法休息的 尤其像我们 有时候从一早开始 客人就进来了 一早忙忙忙 忙到结束 所以有时候晚上 还要加班 有时候到十一 二点凌晨 一两点都有 哇 对啊 你不会觉得 我天天都不知道 在那边 接下来 这样会不会很累 对啊 可是 没办法 因为就 其实像我的心态 我是都把客人 当成朋友 所以就感觉像是 你在帮朋友 或当帮家人的感觉 所以其实是 说累不累就还好 因为你就把 如果说你真的 把他当客人 就那种心理的泪 一定会出来 可是如果是你 把他当朋友 当家人再看 其实这样子 大家互相这样 其实就还好 反正会很开心 乐在其中 这样 对啊 哇 你这十八岁 已经懂得这个 爱自己转念 对吗 要啊 不然 没办法 因为我的话 我从家里面是单亲嘛 所以从小就是这样 自己一个人 跟妈妈这样 已经慢慢的 就要比别人更早熟 所以也是 我大概从 我小六年级 就有在外面打工 这个好玩 没有就是 帮家里面的忙 或是帮就是 亲戚就是水果团 这样帮忙 懂个东西什么 就是他们会给 给小零用钱这样 就是这样慢慢帮忙 就大概有在看 人家外面在什么工作 到后面就慢慢的 有在接触 没法做 才真正知道 一些工作的 一些人情 社会的人情能力 你这小六 小六 不就差不多十二岁 因为从小就 只能这样帮忙 不然你也没办法 因为妈妈在忙 你自己也没事做 他就想说帮忙 浩宇 我们这个电台 很多同事 都是爸爸妈妈 都有小朋友 我们的邀请你来演讲 说 要怎么给一个小孩 有什么事情 请你等我们下一个通告 你也是可以 对 我当中好问的是刘浩宇 浩宇在专公 技职竞赛进展 这半十八岁 说两天 然后呢 这技职竞赛里 当然有很多 各个项目 就是这些技艺 爱你参加的是 美容科里面的美发 那你们的比赛里面 你到后来觉得 你是怎么第一名 你有没有 那个评审 有没有给你一个回复 评审 评审是不会跟你 正面回复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评审是谁 那他们有一个得分 所以你为什么得一名 有分数 你觉得你好在哪里 就 怎么讲 有办法去理解 评审给的题目是什么 因为我们比赛的规则 他没有 像有时候外面 有些比赛是给套题 就是可能会先跟你讲 我大约是哪些东西下去考 可是像我们这种是没有 他是到现场 评审给你什么 你就是要做出来 就等于是评审 他像客人一样 一进来就跟你讲说 我要怎么弄我的发型 我要染什么颜色 我要几个颜色 我想要做怎么样的造型 我的重点在哪里 我的场合 我的时间 我的地点 我的灯光是怎么样 我的衣服是怎么样 全部给你全方位 给你东西 你要去融合出来说 今天评审给我的题目 他要的感觉是怎样 我要做出符合他 所有的时间地点灯光 什么都有办法 对应到的这样子 所以我是那时候想说 看到题目之后就 因为平常练习 就是要去抓 所有无限的东西 要一直去做 有些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直去抓 抓久之后 其实看到题目 就大概知道 评审要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这个有点难 因为他都是极其的创作 对啊 而且他也当作说 他真的就是一个人客 你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设计师 要走进来一点菜这样子 对啊 哇 那你这个应该算是平时就很会剪了吧 就还可以啦 可是就是比赛前就是什么样的发型都要会 因为我看那个报导说 你的很多学弟学妹啊 很多人都会指定你 还是老后的人都会指定给你剪 对啊 对啊 你说两片的服装仪容不整 没效果的 整期的也要你剪 对啊 因为有时候去外面剪 人家可能给你剪 就是给你剪到超短 反正他们来这里 我就他们主任说哪里不够 就把哪里修一修 其实他们修一修就还好 你不用再花第二笔钱出去外面剪 对啊 所以你也是全方位在发挥了 算是 因为我们这美的行业一定就是全方位啊 就让自己练习 那你是不是好好老师也都给你预约啊 对啊 老师有时候就是会跟我讲 我明天要上去剪头发 帮我修一下 或是老师可能有什么场合 帮我再整理一下 帮我弄一下发型 这样哦 那你会给老师收钱是吗 不会啦 不会哦 你要跟他说 可是老师偶尔会请个喝个饮料 或是什么 因为就换个角度讲 就是他给我练习 因为你不可能 因为我们平常练习都是剪假人头啊 假人头不要说话啊 就死板板的在那边 所以他会不会痛什么也不知道啊 可是你剪真人 你要去接触真人 他你才会知道 他哪些地方的东西不能去捧出 还是什么不能去干嘛的 比较清楚啦 所以浩宇你一个心态 如果自己练习 有些美法院都有看到嘛 有些人头嫁 明天有的毛疼 某人上卷子 对啊 你觉得剪假的 不如剪真的 对 因为客人 以后的客人都是真的 客人都是真的 不像假人头 你怎么去扯 他都不会痛 可是真的你一扯到 他可能就给你投诉了 对啊 真的也会投诉哦 会哦 现在客人怎么讲 比较会去抓那种吹毛球之法 就你可能服务一点点不好 就会给你投诉了 现在这些 生在社会人的痛病吧 不知道 就以前还没那么严重 好像近几年 越看越严重 可能一个 一点点不好就 他可能今天 他就觉得他今天心情不好了 他就要投诉你 投诉你 你就吃不完都就走了 太过分了吧 会啊会啊 这种还是有啊 那你被投诉啊 你都怎样 我没被投诉过 哦 不错 不错 可是看同事们投诉就是 就是真的要赶快跟客人道歉 就主管什么就要出来啦 上司就要出来处理这件事啦 那你现在这样子 当然你对美容有趣 投入没法这样哦 你再来有什么目标 是一直做吗 还是怎么样 应该会先把它做到 当上设计师 稳定了之后 会想要回来教育界工作 还教学生这样 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这样哦 可是这样在剪头发 因为他刚才有说嘛 他不是一开始就学 你总是要学 什么清洁环境啊 洗头啦 做很多料才学技艺嘛 对啊 这个流程也不可能缩短 不然很多年轻的头就跑了 怎么讲 缩短是可以 只是要看你自己的心态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 赶快当设计师 是OK啊 其实你一两年就可以当上去 可是你的扎实度够不够 因为其实 现在很多年轻设计师上去 我这样 我自己这样看 他们很快一两年上去 可是有时候遇到一些客人 因为他们都是做年轻客 有时候遇到好一个阿姨来好了 还是什么来 他给他个东西 他做不出来 因为像以前那种老功夫啊 像以前那种法拉头啊 阿鲁巴骨之类那种 老式的技术 那种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会 法拉头 我忽然间有一个怀念感 对啊 因为其实 这种东西都是 都是一样的手法 只是不同的呈现方式 可是很多人就是 不会那种感觉 现在有个 有个人你去设计店里面 channel一个年轻设计师 你跟他说 你要吹个法拉头 他不一定吹得出来 真的 因为我有时候看这样 就看很多啦 像阿嬷喜欢吹法拉头的 有时候就店里面 有时候去给人家洗头 就说 嘿 年轻人都没要吹 都把我吹到 乱滴法拉招之类的 又把我疼到 就把法拉头 已经轮去给阿嬷吹了 哈哈 已经是阿嬷要吹法拉头了 对啊 其实就这样 有些都是这样啊 因为像现在 大家都已经习惯 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东西下去了 所以有时候 你自己用老方式 吹出来的东西 那才是你的真功夫啊 所以像我的心态会觉得就是 一步一脚印 慢慢把自己扎到最稳 以后就一次上去了 就不用那种一次上去 还要被人家这样子 都投出息的 这样喔 那我女儿好语 因为你做的这是算 漂亮的工作 那你最大的成就感是当时 最大的成就感 就可能就是 像假如说 就是有时候帮同学 就长得就很 头发就很邋遢 你就帮他整个 在抖完啊 剪完啊 吹完 再帮他染个颜色 什么这类的 那种的感觉就 焕然一新 就哦 因为发型 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 帮他这样弄完 就觉得 哎 没办 那种成就感就会很好 或是像有时候在教学弟妹 或是国中生的时候 就是在教人家 可能他从一个不会的 到你开始教他 教教他会 他又出去比赛 又有得名 哦 那种感觉成就感 就觉得很好 哦 我开始 知道你是怎么 老板也有想要做老师 对啊 你一定很厉害 会啊 因为老师就是 就会说要互相这样子 合作学习 帮忙就是教这些其他的 同学这样子 不过后 因为你 你妈妈也把他做过美容 没法嘛 妈妈这会没法 有以前 以前 妈妈会跟你说一下吗 会啦 因为妈妈的美感很好 所以他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 他会跟我说 哪里好哪里不好 他会跟我说 他会帮我看一下 所以 可能也有这个妈妈 会跟你说一下 其实 会啊 好于你在那里 可以做年轻人的 你对这个 比较大型的发型 你也比较熟手 比较不会害怕 对啊 比较不会害怕 那我问你 你有一个心得 我觉得说 如果是很多人 他们的发型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是看起来比较自然的 还是大家要吹发拉头 没有 其实你要看他的脸型 跟他的五官的样子 下去做决定 因为有些人的话 你要看他的整体方面 去帮他看 他的发型的长短 还有他的 要不要有刘海 这样 他的整个颜色 要怎么去搭配 还有他的卷度的大小 你都要去看 这样哦 对啊 因为其实要看每个人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这个发型 就像有些人 会拿着一个明星的照片 说我要用这个发型 可是就算我们用出来好了 可是你的脸型 什么不一样 或发质 你的发质不一样 可能弄起来 就是会不像 那我问你哦 像说有人就是 如果有些人 执念 比较高兴 那我今天去 我只是要加一个这样 牛显 我又要发质 你又觉得很不适合我 你怎么会告诉我 会啦 会哦 一定会 就是因为 总比剪出来 丑了 你在那边怪我们 说你怎么不会剪 不如你早一点跟他讲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这样建议 让他理解 然后后来给他最好的建议 他反正就不会浪费掉这一次 反正就可以直接改变到更好 这样子 对 所以你这个 在了美容 美法 贵点 去沟通 有效 让人知道 这也很重要 对啊 很重要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一定要沟通好 不然你没沟通 好像等下一趟下去 还是一染下去 哇 回不来了 尤其是剪 剪下去 就要等它长出来 还有一段时间 对 那像说你得奖到现在 现在得全国第一名 那你的客人 来找你 有变责吗 是会 有些会 只是因为怎么讲 我们还 在学校里面会啊 可是在我们的一般的店家 我们还不是设计师的时候 所以 就是可能客人会说 你今天得奖 怎样 是不是变比较厉害 什么时候 你当设计师就 给你用 这样子 就是会有这样 先预约的感觉 他在学校就是很多同学 就会请你帮忙 就是开始就有时候 油海啊 头发分擦 想到就 帮我剪一下好不好 我有空你帮我修一下 我今天要干嘛 你帮我弄一下 造型 所以目前这个 这个浩宇 虽然是 听起来你很不容易 而且体力上也不容易 忙得蛮快乐的 还蛮快乐 热在其中 热在其中 好 那我们就很 恭喜你得奖 谢谢 好啊 谢谢教学为你后忙 谢谢你 谢谢 不会 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好